我真想去 真愿意去 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第一个好处 寿命无量 你健康长寿 你对身体不要操心了 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 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你看第一个好处 你真是无量的佛宝 寿命是佛宝里的第一佛宝 第二个是天天听经 无量智慧 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 修佛修慧 佛慧双修 我们在这个地方 没有法子 我这个每天 四个小时 在这个世界上不错了 在极乐世界差远了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你才四个小时 学习尽教 其他二十个小时 在大幻想 怎么能跟人相提 西方极乐世界 佛讲经不中断 大众天经不中断 一直讲下去 没有周一 主要晓得 极乐世界没有周一 它是光明世界 每一个人生都放光 佛也放光 菩萨也放光 我们去往生的时候 神也放光 不但放光 而且能放 各种不同颜色的光 妙极了 放光 飙发 放光也是说法 你要不相信 我们这个世界 放光就说法了 你看你走马路 红灯也亮 放光了 放红光 你就不能走了 他不是说法吗 黄光一放的时候 你可以准备了 走的人准备停 停的人准备走 绿光一放了 通行了 他也放光 西方极乐世界 光是要动 表发也动 它帮助你断烦恼 帮助你消息气 帮助你开悟 帮助你挣苦 光也说法 神也说法 树木花草说法 鸟说法 六成说法了 说法没减断 通通都会说法 阿弥陀佛 变化 是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 本愿功德的成就 自然的 没有切实 没有人去管他 你想听什么 他就跟你说什么 妙不可言 无论你喜欢 哪一种经教 哪一个法门 哪一部经论 到西方极乐世界 佛跟你说 菩萨跟你说 花草树木 通通跟你说 你能不开悟吗 你能不成佛吗 你说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要不要去 经上讲得很好 社方 祝福世界 都不能跟 阿弥陀佛相比 他那个天 就这两种长处 一个 寿命永恒 又不需要饮食 这饮食吃饭 多麻烦了 他不要睡眠 永远精神 泡满 第二个就是 佛说法 我们去文法学习 一分一秒 都不争断 一直到你成佛 你成佛之后 你不听法了 你就开始说法了 你又有一大批 菩萨围绕着你 跟你学习 你就变成 阿弥陀佛了 这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阿弥陀佛在那里传法 你们得了法之后 也像阿弥陀佛一样 传授给别人 辗转相传 无穷无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